天父啊 你的说话秘密甘甜 滋润人心 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纳志 用一年的时间 用圣经的新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就等我们一起实践新药的教导 令人生获得更有智慧 更新而变化 Zither Harp 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 第一到三十一节 记载一个死亡的挑战 这段经文当中 提及有两个人的死亡 一个死亡就是犹大的死亡 犹大的死亡 大家都知道 他的处境是非常凄惨 因为他懊悔后悔 来到用金钱出卖了他的恩施 所以在这个时间 我们看到他的死亡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另一个死亡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亡 他的死亡是信服神的大能 信服神的旨意 完成神的救恩 现象我们的同心低头祈祷 我们的天父求祢赐福我们 让我们面对艰难 艰巨 甚至死亡的时候 都不需要畏惧 因为我们知道为主付出的一切 你必纪念 也都是被你所使用 多谢主 谁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耶稣被戒送给比拉多 到了早晨 众祭司掌和百姓的掌路 相而要处死耶稣 就把他绑着 戒去 交给比拉多总督 犹大之死 这时 出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 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银钱 拿回来 给祭司掌和掌路 说 我出卖了 无辜人的血 有罪了 他们说 那跟我们 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 承当罢 犹大 就把那银钱 雕在殿里 出去 吊死了 祭司掌 拾起银钱来 说 这是血价 不可放在圣殿的银腐里 他们相以 就用那银钱 买了遥户的一块田 用来卖葬外乡人 所以 那块田 直到今天 还叫做血田 这就应骂 这就应验了先知 祭司掌 祭司掌 他被祭司掌和掌路控告的时 什么都不回答 彼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作证 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 仍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以致总督 觉得非常惊讶 耶稣被判死刑 总督 有一个常例 每逢这节旗 随众人的意愿 释放一个囚犯 给他们 当时 有一个出名的囚犯 叫巴拉伯 众人聚集的时候 彼拉多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我释放 哪一个给你们 是巴拉巴呢 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 总督愿知道他们 是因为质道 才把他戒了来 正祭堂的时候 他的妇人 打发人来说 这二人的事 你一点不可管 因为我今天在梦中 因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老 跳梭众人 要求释放巴拉巴 除掉耶稣 总督回答他们说 这两个人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 他们说 巴拉巴 彼拉多说 这样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扮他呢 他们都说 把他钉十字架 总督说 为什么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更加哭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彼拉多 见雪也无济于事 反耀生亂 就拿水 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 流者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成当罢 众人都回答 他的血 归到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 彼拉多 释放巴拉巴 给他们 把耶稣鞭打后 交给人 钉十字架 士兵 弃弄耶稣 总督的兵 把耶稣 带进总督府 把全营的兵 都聚集 在耶稣那里 他们脱了他的衣服 穿上一件 珠红色的葡萄 用荆棘 偏了冠面 戴在他头上 那一根 路位赶 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 弃弄他 雪 万岁 犹太人的王 他们 又向他 吐脱没 拿路位赶 打他的头 他们 弄完了 就 给他 脱了 葡萄 又 穿上他 自己的 衣服 带他出去 要 钉十字架 抗 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 一道杀一子里面 提及到一个死亡的挑战 当中记住了 有两个的死亡 一个死亡 就是犹太 自尽而死 犹太自尽而死 大家都知道是因为 祂出卖了祂的恩師 為了三十兩銀子的緣故 祂是人家賣有求榮 祂賣有求財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祂心裡事後感到很懊悔 很後悔 做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將祂的愛祂的恩師出卖了 所以祂內心不斷地責備自己 很內疚 很可惜猶大在懊悔後悔當中 祂沒有去到耶穌面前求寬恕 相反的祂只是因為自己做了錯事 很後悔、很懊悔 責備自己當中 祂沒有去求耶穌的饒恕 結果祂屈屈不寬 想了一個灰心的做法 就是自盡而死 但另一個死亡 祂是與猶大截然不同的 這就是耶穌基督的死亡 耶穌基督的死亡 是完全不同的情況和處境 因為祂的受死 是要承擔世人的罪 所以耶穌在自己要面對死亡的時候 然後祂知道要成就上帝救贖的計劃 因為這樣的緣故 祂面對死亡的時候 祂並沒有畏懼 也沒有膽怯 也願意去信服 應該說話的時候 祂說話 不應該說話的時候 祂閉口不言 我們見到耶穌面對十字架的刑罰 受死的刑具的時候 祂勇於面對 因為祂要完成上帝的救恩 所以弟兄姊妹們 我們見到死亡對耶穌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帶來給祂人生當中 一個完成神任務的一個機會 我們見到在聖經裡面 記載到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一到三十六一節裡面 是提醒我們每一個的基督徒 我們是需要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在我們的每一日跟隨主的事情上 去反省 為什麼耶穌拯救了我們之後 我們還要活在這個世界上 原來耶穌想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是要讓人知道 我們今天的生活 我們的工作一切都是為主而活的 這也是今天我們面對死亡的挑戰 弟兄姊妹妹 很多人都會想到死亡是很可怕的 死亡是好像一個很大的巨人威脅著我們 但是大家知道 耶穌已經勝過死亡了 當耶穌勝過死亡之後 死亡再不能夠威脅著我們 我們可以靠著耶穌的大能大力 戰勝死亡 除了我們知道我們要戰勝死亡 是靠著主的能力之外 其實我們要去想一想 死亡的相反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生了 我們生存生活 我們有沒有想過 在這個生存生活的當中 我們應該要把握我們的時機 來去堅證實 使我們所過的日子是沒有白費度的 當我們能夠懂得去為主而活的時候 能夠將我們每一日的生活時間 因此財幹活得好的時候 各位電影節目們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就真的活著有意義 是活得精彩 是能夠可以為主而活 所以當死亡臨禁的時候 我們都不需要懼怕 因為我們可以有信心 去面見主 除了我們面對死亡的一個挑戰之外 另一方面 我知道很多人懼怕死亡 因為知道死亡那一刻的臨禁 好像我們擁有的東西都沒有了 其實不是的 原來耶穌勝過死亡之後 我們知道我們人生 還有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進入永恆的生命 我們是一個歡呼 一個快樂的旅程 各位電影節目們 我們怎樣能夠有把握 去進入一個永恆的旅程當中 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 你和我不僅是成為神的兒女 得著救恩 更加重要的是你和我 一順著之後 就要立志地跟隨祂 我們怎樣來跟隨耶穌呢 原來聖經常常教導我們 我們跟隨主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正如聖經告訴我們 祂找我們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來跟隨祂 換句話來說 我們跟隨主的弟兄姊妹 我們願意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 學校耶穌的榜約 也願意付出行動 付出代價 不計較我們的付出有多少 這就是我們面對死亡最好的挑戰 今集背中的金句是 這時出賣耶穌的猶大 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 就後悔 把那三十犯人前 拿回來給祭司長和長老 說 我出賣了無辜人的血 有罪了 馬太福音二十七章 三至四節上 沙撒 Admiral